OK,好,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辗转相处法 所以辗转相处法 OK,辗转相处法是哪来做什么用的呢? 我们是哪来选找多相式的最高功音试的时候用到的 其实你也可以把这些多相式去做音试分解 然后再慢慢找 可是如果你去慢慢做音试分解的话 可能会很辛苦 所以的话我们就做辗转相处法 OK,这个是所谓的最高功音试的一些表示方法 所以放个小挂弧 然后F函数和G函数之间放个逗号 然后其实这个的意思就是 小挂弧就代表是功音试 如果是中挂弧的话就代表其实是LCM 也就是最低功倍试 OK,我们来看看辗转相处法有什么特别 OK,辗转相处法你需要学会分离系数法 把系数分离出来 然后写在一个像这样子的东西里面 OK,所以我把它分离出来 然后拿小的去乘上一个倍数去减掉它 OK,所以打个比方这里是可以乘上一 OK,拿小的去乘上这个倍数 然后放在它下面减掉它 所以是1,2,-1,-2 要记得它是减 所以5-2其实是3 8-1,减-1其实是加1 所以是9 4-2其实是4加2其实是6 OK,当我们在做辗转相处法的时候 要记得如果你遇到它有功音数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跟它去除成最小的 所以我除一个3给它 所以就可以变成什么 1,3,2 我再利用这个1,3,2去跟接下来这个做 因为很明显这里是高次方 4次方有去到 sorry,3次方 去到3次方 这里去到2次方而已 所以很明显 这个去乘上一个倍数 拿来在这里 拿来说相减 所以1,3,2我去乘一个1倍 所以是1,3,2 换句话说 其实是1-1没有 2-3是-1 -1-2是-3 -2 -2没有东西 所以是-2 下来 OK,那么的话 这个也是有功音数 其实是-1 所以我把-1去跟它 抽取出来 它变成是这样子 OK,辗转相处法 如果你的答案是有的话 你的功音数是有的话 其实它会长类似 最后的时候会长这个样子 OK,所以你用这里去做这里 还是这里去做这里都可以 所以我是用左边去做的话 那么就是1,3,2 刚刚好会把东西给剪到弯 那么这一个 那么这一个 就会是你的hcf 也就是你的最高功音式 OK,怎么写出来呢? 所以你的hcf也就是 你的最高功音式 其实就是0次方 1次方 2次方 x平方加3 x加2 OK OK,让我们来看看一下 呃,呃,接下来这种情况 呃,多项式的最高功音式 hcf还是一样 我们要用辗转相处法 不过这一题会比较特别一点点 当你去把它做出分离系数法 OK,分离系数法也要注意很多 很多东西 打个比方像这个x 4次方加3 x-2 其实是有缺项 缺项我们要补0 所以这里是 系数是1 3次方没有 我们补个0给它 2次方没有 我们也补一个0给它 1次方有是3 然后负2 这个是2 然后1 然后1 6 这个是没有缺项的 OK,那么很多人就会以为 这一个是比较大 这个比较小 不是 其实我们是看次方高的那个 OK,所以这个是比较大 这个比较小 我们要拿这一个 去乘上个倍数 去 在这里下面减 可是这里是1 没有办法用2去减 呃,1去减2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所以我们去怎么做 我们去乘一个 两倍 OK 2006-4 OK,我们就可以拿这个2116 拿过去乘了 所以我们这个是乘1倍 乘1倍 所以是2116 对吗 OK 所以的话呢 我就可以把0倒系数给减掉 0-1是负1 也要记得哦 是减哦 不是加哦 0-1是负1 6-6是0负4 同样的 我们要去做什么 抽取供应数 供应数是负1 所以我们抽取一个负1出来 所以是1104 那么很明显 这个1104和2116 很明显 这个1104才是比较小的 我们乘一个两倍 乘一个两倍好吗 两倍 1乘1是2 1乘1乘2是2 1乘2是2 0乘2是0 42就8 你就会形成的是 2-2没有 1-2是负1 然后1 然后6-8是负2 也就是说 这里又要再去做 因为我们这边的领导系数 我们通常是要是正的 所以的话 我们再去除一个负1 1负1正2 很明显 又是这个比较小 这个比较大 OK 这个右边的比较小 左边的比较大 那么的话 我们是 左边的比较高之方 所以我们是乘一个1倍 1乘1是1 然后负1 然后2 结果做出来的是 1-1是 1-负1是正2 负2 还有正 呃 正4 OK 那么 又是右边的比较小 左边的比较大 我们照做 OK 所以这里是乘几倍呢 乘两倍 所以是2 负2 4 你发现到的是 你的2 负2 4 这里 是完完全全被减完了 也就是说 剩下来的 接下来剩下来的那一个 就是你的 hcf 那么hcf怎么写呢 你的hcf 也就是你的最高公式 是 是等于 0次方 1次方 2次方 x平方 减x加2 这是你的最高公式 所以你有发现到吗 其实我们要注意的是几项 第一 分离系数法 你在做分离的时候 分离系数的时候 要记得缺项 要补0 第二件事情 不要误以为前面的号码大 就是 就是 就是大的那个 其实是看整个次方 ok 第三 如果你的次方 是一样的 你才看前面的号码 谁大 谁小 所以这些是 我们要注意的 三件事情 ok 我们来看一下 辗转相逐法 会遇到什么样的 很特别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这题 fx是x地方 加2x平方 减x减7 我是拿刚才的第一题 来 来稍微改了一下 gx是 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要找他的 所谓的hcf 可以 辗转相逐法 ok 我写 我把它写小一点 因为 可能会需要用到很长 所以是 12 -1 -7 看得到吗 ok 15 84 ok 按照我们刚才学的 其实我们就是照做 ok 那么我要成的是 1倍 所以 1倍 所以是 12 -1 -7 我拿去减 1-1没有了 5-2是3 这个是9 4-11 是4加 4-7 是4加7 所以是11 它没有供应数 没有供应数 所以我们 我们要拿这个低次方的 去 去再 去拿 它放在高次方的下面 拿去减 ok 所以的话 这是不够减的 因为这个是高次方 是 第一个领导系数 是1 所以我们要乘一个3 给它 乘个3 结果形成的样子 是3 236 负1 乘3 是负3 以及负21 ok 可以减到这个领导系数了 所以我们乘一个1倍 所以3 9 11 ok 所以6-9 是负3 负14 以及负21 ok 我们有讲过 这个所谓的负3 负14 负21 我们通常会用的是正的 ok 如果你不要用正的话 你也可以乘一个负1 在这里 ok 那看你自己喜欢 不过我是不习惯那样子做的 ok 我们就把它处一处 负1 所以是34 以及正21 ok 那么很明显就是拿3911 拿去这边又再乘个1倍 所以是1倍 所以是3911 你减出来的负是5和10 ok 5和10 所以它是有供应数的 我们除一个5出来 所以是 所以是1和2 ok 那么1和2来这里的话 就是乘一个3倍 3倍 3倍是3和6 所以剩下的就是什么 9-6是3和11 3和11 又很明显 又乘多一个3倍 所以是3与6 ok 剩下的是5 那么如果剩下的是5的话 其实你的供应数也是可以除掉 就剩下的就是其实就是1 就是因为你的供应数其实就是5嘛 你可以打它当成是供应数是5 所以这里是1 那么我的这个1拿去这里的时候就是1 1倍 所以1 剩下2 ok 很明显 这个1和这个2又是去乘2倍 所以是2 到最后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你的答案就只有一个 这一个号码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最高供应数 它没有一个 有位置数的最高供应数 这样解释啊 也就是说它最高供应数就是只有1 它们两个 两个多项式的 呃 能够被 被整除的情况 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1 像这个fx可以被1给整除掉 ok 呃 呃 整除掉 然后gx也是一样 可以被1给整除掉 它们只能被1 最高的供应数就只有1 没有其他的了 呃 所以这个就是蛮特别的一个 呃 辗转相处发会遇到一个 其实也不是辗转相处发而已啦 只要是你在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有一个 呃 情况下 如果你去拿因式分解 因式分解的话 你会发现到 没有办法找出来 呃 有位置数的最高供应数 ok 所以就是fx可以整除以 呃 拿去除以1 是可以整除的 这个东西 也是一样 他们最高可以共同被整除的都是1 对 对